对全国的选举官员来说 现在是为2020年选举日的大型活动做好准备的时候 成千上万的选民届时将决定谁是下一任总统 由于今年大流行病 投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何因应呢 大多数州都在极力扩大邮寄投票 当然游戏投票有许多后勤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选民登记是其一 其次是把正确的选票送交选民 选民收到的选票是特别为他们的选区印制的 附有条码 上面的编码信息和这个人的选民登记匹配 全选后 选民把选票寄出或送到投票中心 然后县政府的投票软件系统开始处理 数字扫描仪会拍摄选票外面的图像 要确认选民在选票外面的签名和 县政府档案的签名相符 数字扫描以扫描选票并开始统计 任何一样状况 例如没有签名或签名错误 或出格的圈权等 都会被送给一个团队审查 选民可通过短信或选票追踪软件 来追踪他们的选票进度 就跟追踪包裹递送的方式一样 这个过程也是不记名的 进行统计的时候 选票和装选票的信方是分开的 但是通信选票并不是万灵丹 并不是所有人投的票都会被大入统计 今年州政府延长了邮寄选票的实现 如果发现问题 县政府必须联系选民 以查证他们的签名 即使有这些改革 亚历山大仍担心一个群体 年轻选民和新选民 和世间赛袍 检查选民登记 发送宣传通信投票方法的邮件 这些都是选无关现在的工作 有人警告说 最终的选举结果 可能要几星期才能得知 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 旧星山报道 最终的选择